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武汉市文联张志浩先生做客 演讲诗歌肯定生命 张志浩先生是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 现任武汉文学院院长 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曾获鲁迅文学奖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奖项 近著有诗学随笔集 不如读诗和诗集永春调等作品 那么接下来有请张志浩先生开始今天的演讲 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张志浩 在清明节这一天来到这个地方 和大家聊一聊诗歌 我老在想诗歌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诗歌是一种离我们最近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离我们最近又最远的东西 看上去很近 实际上离我们很远的东西 所以既然是清明节 我今天想 以我最近出的一本书中 就永春调中的一首诗 为例 来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当代诗和古体诗之间 究竟多么近多么远 这个关系问题 我们首先我来读一首 永春调的一首诗 我母亲从来没有穿过花衣服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他从来就没有快乐过 春天来了 但是最后一个春天 我从医院 我背着他从医院回家 在午后的小路上 他曾经附在我耳边 悠悠地说道 儿啊 我死后一定不让你梦见我 免得你害怕 我很知足 我很幸福 十八年来 每当冬去春来 我都会想起 那天下午 我背着不幸的母亲 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一边走 一边哭 这首诗是疫情前一年 2019年的春天 差不多也是亲密世界写的 有一天我坐在阳台上 晒太阳 突然就想到了 如果我母亲还活着的时候 它会是什么样的清净 然后 就脑海里突然想起来 浮现出一幅画面 我母亲 跟我在头脑中的印象 都是灰白色的画面 突然想到 她从来没有穿过滑衣服 当我有了这样一个意象之后 我觉得这首是可以写成的 所以第一句话是 我母亲从来没有穿过滑衣服 是不是意味着 她从来就没有快乐过 我母亲是 2001年的确诊 得的是鼻咽癌 2012年春上 2002年春上就去世了 就是很短的时间就去世了 就是想年才63岁 所以多年之后 我写过很多 在她去世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写过很多怀念母亲的诗歌 但是写了这首诗 我就不想写他们了 后来五年前 六年前 我父亲就去世了 后来我不想写他们了 我觉得写父母的这一类诗歌 对自己的内心是一种 是一种反复的挤挡 在这样一个亲密时节这一天 如果我们来读这样一首诗 当然沉痛 其实时过境迁 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二十年过去了 所以内心中还是有一种 一种非常悲凉的情绪涌动 但是这样一种悲凉的情绪 已经被一种温暖的回忆 这样一种情感逐渐取代 所以这首诗 大家看起来可能 它是心事 我们一般一般意义上是心事 它可能由我们记忆中的 印象中的渡目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单纷 与它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这种区别传递的其实是 基本上是一种共同的情感 我们中国人 包括在座的很多读者朋友 就是一谈到诗歌脑海里 往往首先想出的就是 中国的古典诗歌 而不是现在的 我们这样一种 例如像永春调 这一类的诗歌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几千年来 中国的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 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种表达 它利用于我们 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的语言 表达的是一种同样的情感 这种终极的情感 所以今天我想讲座的这个主题 我后来想了想去确定的一个题目 就叫 就是诗歌 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肯定 它是肯定 这个题目的最主要的 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肯定 刚才我在后台聊天的时候 谈到了一种 就是我们人 人之为人 不仅人 还有我们世间的万物 动物 植物 每一种生命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都是值得赞美和肯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对生命的联系之情 我想我们武汉人 在经过疫情之后 可能 这样一种感受 更加强烈 所以我觉得用这个题目来概括 我今天要讲的这样一个 今天要讲的这样一种诗歌的 这个话题 它是比较恰当的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我就想讲一下 就是 就是人类的感发性特征 决定了诗歌 它是伴随人类 文明进程的 非常重要的一手载体字体 感发性这个词 这个 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人啊 按理义中的说法 人有七情 喜怒 哀乐 聚物 欲 一共有七种情感 这七种情感 按理义的说法就是 浮学而能 就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就不需要学习 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 我们身体里 包含了这样一种七种情感 就 齐情六欲嘛 齐情六欲 这种七种情感 是我们所有的艺术的 生法的 这个原初点 就是 只要你具备这样一种 七种情感 喜怒哀乐 聚物欲 这七种情感 我们就基本上就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叫有血有肉的人 就这样一种人 这样一种情感 然后决定了 这个诗歌 它会是伴随着我们人类 这个文明进程 我们人成长的 每一个过程中 我们人类只要成在 诗歌这样一种 艺术栽体 它就应该成在 它不会消失 尽管我们现在 最近非常恐惧的 很多从事文学艺术的人 包括绘画的音乐的 这些人都非常恐惧 就AI出现了 我们怎么办 是的 科技 现代科技日寻业余 但是我想 即便是我不能写了 还有别人能够写 我想诗歌这样一种东西 它是永远长成于 我们人类类型 我们现在特别害怕的一点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智能人 AI它能创作出 比我们创作的更好的诗歌 但是我不相信 AI能创作出 像我这样背着我的母亲 走着充满鲜花的路上 这没有假话 全部是真的 包括我的母亲 附在我的肩头上 在我耳边 悠悠地说到 儿啊 我不想你梦见我 免得你害怕 AI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 它不可能写出 AI能够写出 这个路上行人 欲弹魂 但不可能写出 这么个体化的 这样一种 个人的感悟 所以这就是一种 很 就是我觉得不惧怕的东西 我下载了一个软件 曾经 然后用AI的 这个 来创作诗歌 我说了几个题目 例如说 永春调 它给我创作了一首诗歌 然后我一看之后 哎呦 这太差了嘛 这我就对自己创作 更加有信心 因为它取代不了我 这种非常个人化的 非常甚至非常隐迷的 这样一种情感 AI做不到 它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而且 我一直觉得 我们之所以依赖于 就是像类似于诗歌 这样一种艺术 来传递我们的心声 最重要的原因 在于 我们每个人 就生而为人 是有欠缺的 诗歌 AI是奔向正确的 这样一种词语组合 这样一种词语组合 而我们每个人 他是为什么 我待会会讲到 最后我要讲到 逻较到这个地方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写诗 是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缺一些东西 我需要诗歌来进行弥补 所以他是冲着 我们欠缺的东西去的 文学是冲着 我们欠缺的东西去的 而AI 是刚好是正确的 他不缺什么东西 他把所有的 包括刚才我们说 杜牧的诗歌 李白的诗歌 杜甫的诗歌 所有的好的句子 这样一种情景 把它组合起来 形成貌似 很好的 看上去很美 这样一种诗歌 而我们 活生生的人 我们在场的人 写着诗歌 往往是写我们个人 内心中最隐秘的 我最欠缺的 他不是看上去很美的 他是很苦的 个人的 独有的苦 而个人独有的苦 又通向公共的情感 在座的 年纪大一些的人 可能都 回忆里的母亲 穿过花衣服没有 我的母亲 是没有穿过花衣服的 因为那个时代 没有人穿花衣服 农村妇里 怎么穿花衣服呢 就基本上不穿花衣服 所以 都是灰色和白色的 AI可能做不到这一点 他因为他没有 这样一种东西 没有这样一种 独特的个人的感受 所以这是我要说的 就是 正是因为 有这样一种存在 所以诗歌可能是 会伴随人类一生 伴随我们人类 长城的一种 艺术载体 第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 就是 人类的第一句话是诗 我觉得人来到 这个世界上的 第一句话 可能是诗 因为 按照我们现在的 生物学和考古学的发现 就是人类来自 东非大峡谷 从爬行的 后来到成 直里猿人 最早的猿人 当他们爬上 非洲大峡谷的时候 向北望 向东望 向西望 然后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无边无际的草原 壮美的山河 他会怎么搞 那时候没有语言 啊 我 呃 哎 哎 这是感叹词 那么 诗歌诗的这些 感叹词的拉伸 啊 包含了什么情感 他要用语言 用词语 用语言来的这个啊 来进行拉伸 拉长一点 就形成一个句子 来清楚地表达 哎 叹息 哦 恍然大悟 他是用这样一些 对感叹词 最早的 我相信 最早爬上 东非大峡谷的 这样一些 走气的猿人 他一定是这样的 就是 啊 啊 啊 叫喊不停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们究竟怎么说的 怎么传达这个情感的 但肯定是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传达情感 发声 那个就是诗歌的 最早的起源 来自于最早的人类 最初的感叹 所以 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确信无疑 他肯定是诗 他是表达 起码是表达 用感叹词来表达 某种诗的情感 但是他至于 他们怎么说的 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们后面所有的人 在想象他们 这样一种感叹的诗 感叹 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 防写 这个 服术 尽可能的 准确的服术 最早的人类 他究竟是说了什么 这种东西 就最原始的情感 他们究竟是怎样表达的 其实后面的写作 其实都对前面 是对前 最早的服术 所以我说 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第一句话 肯定是 只有是 才能表达出这样一种 沉默绝舍 哑口无言 就喋喋不休 就永远说不清楚的 这样一种情感 阿卧厄嘛 他 他只能发出这样一种感叹 所以这是我想讲的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具体到我们中国 的诗歌 中国是一个充满 诗教的国度 我刚才说 诗歌 是一种看上去那么远 又那么近的东西 你说我们中国 是一个充满诗教的国度 两千多年来 我们把诗歌 当作我们的国家的宗教 而进行 不说崇拜 而进行教育 一代代教训 这个殉道我们的子女 包括现代 我们很多孩子 父母喜欢把这些孩子 拉出来 三五岁 背试诗 跟叔叔伯伯们听一听 他背的诗语多 我们知道孩子很聪明 对不对 我们用诗歌来 能不能背诗 背多少诗来衡量 一个人至上 中国有这个特点 这可能跟西方不一样 就是能背多少诗 就说明你这个孩子很聪明 我最近在网上 看一个小鸟孩 可能大家都看了 在视频号上 看的一个小鸟孩 特别能背 大概就有五六岁 唐诗诗诗 出口成章 那比我还丰富 知识还丰富 那真是我们觉得 哎呀 这孩子太聪明了 背的那么多 读了那么多 然后不仅仅是背 然后能讲解 然后讲 杜牧和李上尹的区别 在哪里 哎呦 很厉害 就我们会 由衷地钦佩他 为什么在我们会出现 这样一个观念 就在于 就是我们中国 是一个世教的国父 中国古代的文人 只有一条路可走 中国古代的文人 读书 这是孔子最早定下来的 追着孔子 最早说不学诗 无语言 就是如果你不读诗 你不学写师父 你话都不要开口 不要张嘴说话 你无语言 你不能说话 他要求所有的 士大夫在朝堂内 必须学会 用师父的方式 来表达情感 他认为 这美妙的语言 能够很好的处理 就朝堂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孔子当时就给整个人的定 整个中国人的文化最初定了个调 就是必须把师父当作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包括一些士大夫官员在朝堂上 也要善于用诗歌来传递你的情感 所以这样就到这了中国几千年来 都把师歌看得特别特别高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 中国的科剧是隋唐师出现 隋唐师才出现 隋唐最早出现 唐朝定型 在此之前 我们看他们没有参加科学考试 但是我们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出生的世袭 你的出生这一部分取世 按照你的出生取世 那就是举笑脸 举隐士 什么意思呢 就是推举那些特别孝顺的人 比如说卖身账母啊 和割肉 这个这个 给父亲吃啊 就这一类的东西 包括这个这个戒指推 然后 割肉 割自己大腿的肉 韩世杰嘛 割大腿的肉 然后割君王吃 所以这样的人 就是特别什么 笑脸 特别孝顺 中国文化中 还有一个孝啊 你叫下面有个孝文化 如果你特别孝顺 然后你的孝顺的 这样一个故事 传遍了四方 然后当地的官员 就有责任 把你推举 到上面去 然后去当官 这是如此的方式 然后举隐士 就是有些得道高人 我们现在说隐士 就是他跑山沟里藏起来 是不是 跑到深山 然后隐于隐前 然后不问世事 这叫隐士 在古代不一样 古代隐士 是要有资本的 不是说我藏起来 就藏起来 隐的目的在于 让人隐人注目 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一点 包括中南山 我们说中南山 长安旁边有个中南山 中南山洁净 为什么说中南山洁净呢 中南山是到长安去 考科举 是考不了的 然后把中南山躲起 藏起来 然后苦修 然后到第二年 再去考试的 到中南山隐居的目的是 为了吸引长安的目光 长安的朝廷上的注目 这古代和我们谈那个影 不要把我们 现在就是我引起来 我找到 我到哪个九封山 或者我到什么 或者到哪个地方 躲起来 到哪个湖边 躲起来藏起来 不是这样的 他引的目的 在于吸引 这个管理阶层 吸引官员 吸引政坛的注目 所以具引 有些我们 有地方官员 有这个责任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 龟山脚下 住了一个神秘的高人 那非常得道高深 非常有文化 非常有水平 深不可测 那我们武昌区的 这个官员 就有责任去 拜访这个人 然后把他 就反复拜见他 然后说这个人了不起 然后就把他 推荐出去当官 所以已经把这个 搞清楚 就举笑脸 拘隐式 然后就出身世袭 就这样一种方式 在科学者出现之前 就这样一种方式 那么这样一种方式中 其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东西就是 他们当了官之后 他们开始发生 用什么方法发生 因为孔子已经决定了 必须用师父的方式发生 所以这样就造成了 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印象中 中国的古人 好像都会读识 都会写识 中国的古人 好像都是诗人 为什么 但是你们没想到一个问题 中国有那么多的人 当官的人 取之可恕 而当官的每一个人 都是诗人 中国古人 实质的只有 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人 大部分人是不实质的 不不实钉的人 我们往往觉得 哎呦 这好像中国的 活着的人都是诗人一样的 他不是的 他因为他们都当了官 所有的文人 读识的目的是为了儒识 他读识的目的是为了当官 很简单 就一条路可走 就走向 实施他们的必然的命运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谈中国古代古代文人的 这样一种 那一种单向道啊 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不管你有不有写识的才华 我们知道写识是需要天赋的 不是说任何人拿起笔 我写一写一下 就可以 就是诗的 他写识需要你对词语的特别的敏感 对自然界 对生活的敏感 你要有这个敏锐性 敏感的东西 然后又准确的把握 用文字的准确的把握的能力 你才能写识 但是中国古代要求你 你想当官 你就必须去写识 就不管你有不有这个天赋 你就必须写识 那么写诗的目的 是为了在朝堂上有很好的表现 在人际关系交往中 诗歌诚的人际关系交往的润滑记 就这个人有才华 你看出口成章 我们觉得哎呦 这个人有才华 了不起 他会对得高看一眼 所以这样一种要求的 所以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都是诗 都是会写诗的 写得好不好就另当别人 但是必须写诗而且 都写得还不一般的还不错 就都能出口成章 这这样造成了一个幻觉 中国古人都是都是写诗的人 但是我们往往又忽略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中国古代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是文盲 大部分都是文盲 连纸都没有见过 中国最早的 写的那个纸都没有见过 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纸 是什么样的东西 也是个农民 刚才跟后台聊的时候 我说我们现在中国人 谈的情感 很羡慕古人的情感 是的 古人的情感当然美好 因为它是什么 地老天荒的情感 我说有的人坐在河的左边 这一辈子住在河的左边 都没到河边右边去 天天看河左边 有个女孩子在那晃 那好美啊 但是见不到她 所以隔着茫茫的这个雾 水雾 然后看到对面一个女孩子在行走 在干活 她可能也赞美她 哎呀真是真是好看 甚至好看 但实际上走近了就不一定了 因为它是隔着茫茫的 这样一种河面水面 有的人在山里生活一辈子 就从来没翻过山 所以才鱼共鱼山的故事 才有这样一些故事 所以一定要 当我们想古人的时候 一定要设身处地地 想到古人的生活现场 你要想象 你不能说靠我们现在 我发个胆心给他 或者我坐个船 快点快请过去 给他见一面 那不可能的 就一辈子 就是隔山隔水 地老天荒 这样一种情感 没问题 它是固定的 当然每一辈子 你哥的妻子俩 终身失守 尔滨尸磨一辈子 所以那种情感 我们当然好嘞 就没有外人干扰 没有第三者 没有谁谁 没有小山茶桌 哎呦好美啊 是的 它就是地老天荒的情感 所以我们才能从 读到上夜 我欲与金相知 这样一种 海阔石烂的情感 现在有不有这样的东西 现在当然可以法事 今天法事明天变心 是吧 在我诗歌中写过 夫妻背得背 发胆信 晚安吧 晚安 都花得难受的 就这样一刀 这样一种东西 就是现在 已经和古代的 这种情感 差别太大了 所以我们读古诗 感觉美 它是对 它是我们理想中的人类 的原始情感 当然美啊 最原始的东西 当然美啊 最初的 最原始的 这样一种情感 它所以带给我们 现在这样一种复杂的 多变的人生 有一种深刻的 一种震撼感 上夜 我欲与金相知 这样的东西 三无能 这个什么 海水节 什么什么样 这种海枯 这种海枯 石烂的东西 情感 你现在 而且我们相信 它是法治真心 愿得一生 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它肯定是真心的 这样一种 斩金绝铁的 这样一种情感 这样一种体验 我们现在 只能羡慕 现在只能羡慕 所以为什么 我们读 阅读古诗的时候 感觉非常非常美好 它纯真 因为纯真 所以美好 所以它既 古人的生活 古人的情感 寄托了我们 所有人 不仅是中国人 所有人 对人类最高级情感 的终极体验 最高级体验 最高级情感 也是最原初的情感 所以要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它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把诗歌 当作驯化我们民族性格 驯化我们审美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这是 一定要清清楚 这个问题 但是这样一种东西 后来在随着 变化 随着 人类语言的变化 文化的变化 好 你开始地牢天荒吧 你住在河队 河队岸 河队岸 不一样吗 山这边 山那边不一样吗 战争 饥荒 你要去逃米 战争 然后不但地这样 蔓延的战火 然后被迫 流离失所 大量的人外出去当兵 去正位 当为遗嘱 去远方 去征战 然后死了 然后 见窃 留空房 这样独守空房的那种局面 你怎么办 然后外来的人 流民又来 男子来了 就是人类的情感就开始 慢慢变得什么 混沌 越来越混沌 情感越来越混沌 所以情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从诗歌的发展上 也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表达语言的方法 我们最早是诗经的语言 诗经的语言是 四眼 观观居咎 在何之洲 就中国最早的诗经 305篇 风雅颂 是吧 相传是我们湖北的尹吉府啊 云西的 有一个叫尹吉府的人 云县 尹吉府 但这个学界没有定论 但我们只能这样说 尹吉府是最早收集整理 这个诗经的 这样一个人 然后孔子 大量的酸解修改 论定 编定了 这个诗经 就反映了当时 最早上古时期 最早时期的那种生活方式 春秋战 春秋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 这样一种 各地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情感表达方式 主要以四眼 观观就有两言的 有八言的 但主要以四眼为主 诗经之后 我们在我们 楚国战国 后期 楚国出现了一个什么 黎骚 黎骚就不一样了 黎骚是眨眼 如果说诗经是现实主义作品 黎骚是什么 浪漫主义作品 那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 两条奔用的大教 就一个是现实主义的 诗经都是现实主义 基本上是现实主义 现实情感 现实生活 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而且语言方式都是四眼 到黎骚就是眨眼 八个字 十几个字 构成一句话 它整个容量的 就比较庞杂 显得比较庞大 这是黎骚的 这个出现 就是南方的 这样一种新的 一种偏离了 原来最早的 试验的一种方式 再之后 东汉末起 古诗十九首 然后汉卫岳辅师 就开始五颜 五颜 清清和半朝 你们看到 岳府十大不是这样的 五颜四 语言什么 从四颜到眨眼 然后到五颜 然后一直到 随朝 特别是到了 唐朝初期的什么 七颜 就越来越多了 那语言后来就是 越来越松散 越来越松散 这个语言有一个松绑的过程 荷兰人说中 我们说 好吧好吧好啊 就打印的 就是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样 语言它是慢慢的 就是松散的过程 就汉语有一个 有非常紧的一个内核 然后慢慢的变松 变松变松变松 到我们现在说百话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文学是 包括诗歌 它是文学的一种方式 它是随着 我们人类的语言变化 而逐渐逐渐逐渐变化的 所以我不可能再用 最早的这样一种 试验的方式 来传递现代人 复杂的情感 我刚才讲 现代人多复杂的情感 它是随着这样一种 所有的社会的变化 文学的体制 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所以一直变到了什么呢 变到我们现在说的 心事的问题 这是一个坎 就是心事是个坎 这个坎在于什么 我们要谈心事的合法性 我们现在很多人 包括在座的很多人 都不会认口心事事事 他不会认口心事事事 心事怎么是事呢 对啊 对中国人的是很难接受的 那个鲁迅早期鼓吹心事 结果后来说 心事这个存在问题 他对心事的合法性 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就心事究竟合不合法 如果不合法 要他干什么 这就一个困扰着我们现在 就我要在想 我还写过 最近写过两本书 这其中博入多事是其中一本 还有一本也是马上要出来的 就是 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另外一本书 这个博入多事 我讲了十几个诗人 中国历史节点上的十几个诗人 也讲了有几个湖北人 其中也有几个湖北人 宋玉啊 玉信啊 陈森啊 好几个 孟浩然啊 也讲了好几个湖北人 就在 中国历史节点上的 就是语言变化 就逐渐变化 四言五言七言 包括到宋池 是吧 这语言逐渐变化的过程中 我认为有标志性的 一些非常 这个节点的 这样一些诗人 那里面就讲 分析了他们 就是他们在中国语言变化过程中 诗歌语言变化过程中 他们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后面还有一本叫传告 传告后代人 今天也要出版的 就是专门探讨 就是中国这些文人 他们 诗人他们的命运 包括他们的社交啊 游离啊 这样一种表达情感的一种方法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承担着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谈 刚才我谈的就是谈心事 谈的心事的 为什么不使用 还是继续使用 沿用古典诗歌的 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 我们的情感 就为什么不用元旦 这样一种方式 那元旦的方式 既然我们说很美很美 为什么用现在一种方式来 用现在的这样 例如我刚才说的 咏春调这样一种语言来表达 为什么不用 这个多目的这样一种 这个亲民世界 雨纷纷这样一种表达 为什么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 就是刚才我说的 心事 他这种体力 承担合不合法的问题 你说他不合法 但是我们心事 从诞生之初到现在 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 那么多人在写事 包括你们在座的很多人 也在写所谓分行的文字 我认为啊 广义上的心事 就是分行的文字 只要你分了行 其实都具有诗的特征 因为心事 我们现在先给它一个形式 它是什么东西啊 心事就是一个分行 这个必须要明白 中国古典诗歌 它是隔离 是不分行的 中国的隔离诗歌 早起诗歌 不像我们现在读的啊 我们现在读的是 简体汉语诗歌 你要知道 繁体汉语诗歌 它是不分行的 它整个排列是不分行的 它是用固定的节奏格履 来形成的 你读了书的人 懂事书的人 一读就知道 应该该在这个地方停顿 这个地方停顿 我小时候读我爷爷的书 这个名字 我看它上面用很多 那个毛笔在来圈 那个旁边 那个每个字旁边 圈一个点 有些字旁边圈一个点 我就知道 那个是停顿的地方 分行的 它不分行 它密密码码排列的 中国古人 我们中国古代 标点符号都没有 都是进口的 我们现在标点符号 都是进口的 中国人不用标点符号 中国人也不分行 就从头到尾排到底 就这样的 你们拿着古书看嘛 它从头排到尾 就连标点符号 也没有 你们读的是 你读繁体 就是汉语有两种系统 这个一定要清楚 就是我们讲的是 我们现在讲的汉语和中文 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我们现在讲汉语一般 是一种文学 文化传统概念 中文是一种语言交际概念 然后在汉语中 有分古典汉语 叫繁体字汉语 繁体汉语 然后我们说 简体字汉语 这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东西 这一定要把这个系统 不要裹在一起 要清清楚楚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我们现在读到的 包括你们小学 从幼儿园开始读到的 中国古典诗课是什么 是简体汉语 不是繁体汉语识 你的分行是 后人 我们现在跟他分的行 不是以前分的行 以前不分行 我们现在符号概念都没有 所以这个要心里有数 符号其实在诗课中 它是换气嘛 它是一个断句换气的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要感叹号 有很多诗人喜欢写感叹号 我是不喜欢 很不喜欢用感叹号 有的人他喜欢感叹 好像那情感 要外移出去 要感叹号一下 有的就是特别喜欢用 邓号邓号 邓号也是我讨厌的 两种符号我特别讨厌 一讨厌邓号 第二个就讨厌感叹号 就是既然停顿 你就可以分行吗 转过来 转折过去 就要看到心诗的说法 所以要把这个搞清楚之后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去 进入这个汉语语言的 它一个变迁式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心诗 它是来自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有几个棋手 刚才我说了鲁迅 是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 最主要的 不是思想棋手 我说的文本的棋手 就是从文学上面 一个鲁迅 就是白话小说 还有一个什么 胡诗 白话诗歌 胡诗是什么人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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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 胡诗 到了康奈尔大学 在那个时候 开始接受西方教育 1916年 因为他在康奈尔的时候 就和很多人 就开始谈 关心中国的文学的命运 就经常在一起湖畔散步 到1915年 他转入了哥林比亚大学 然后1916年 他写了一首诗 叫《朋友》 后来这首诗被改名 后来正式编定 编定《长世纪》里面 改名为《两个蝴蝶》 这个这首诗被认为 中国新式第一首诗 最早的新式是来自于 胡诗在美国写的一首 《两个蝴蝶》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一只狐飞环 一只突然飞回来了 一只狐飞环怎么怎么样 然后什么天上太孤单 然后就另外一只也飞回来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 非常简单的 一共是八句话 我们现在看来 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写得好的 就是两只蝴蝶 一起结伴去飞 两只黄蝴蝶 结伴去飞上天 结果一只飞回来了 另外一只在天上太孤单了 他也飞回来了 就写了这样一个事情 他叫朋友 这首诗圆明叫朋友 然后胡诗写这首诗 后来在新青年第二卷上发表 1919年发表 正式成为宣告中国的新式出现的 就是中国出现的新式 一种有别于传统诗的 就是隔离诗的 一种新的体力出现的 这就是新式的第一首诗 它来自于胡诗 在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在湖畔 写了一首这样的诗 而且新式这个概念 也来自于 他后来写了新式革命 那新式这一篇文章 然后专门谈到了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牛破锤 这个词 这个英文词 来自于美国的 诗歌复兴运动 然后借用了这样一种 新式的概念 所以我们后来就称之为 有别于隔离诗的 一种诗叫新式 为什么像一个学管中西的 一个大辱大学者 会写这样一首 现在看上去多么幼稚的诗 所以一定要考虑到 这样一种背景 就是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这篇书里谈的公之人 公之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 公之人是晚清时期 一个天才性的大事 我认为他是中国 格律师的最后一位大事 如果公之人 我甚至认为公之人 如果生活在唐代 他一定是和李白 杜甫 王伟 百居一 不相上下的诗人之一 非常非常重要 他的家学渊源 他的这个 他的外公知道是谁啊 丹玉才 就是搞这个 这个 这个 索文 这个 索文 索文节制的 丹玉才先生 他的家学渊源 他的游学金 他小时候他脑考不去嘛 他女士不低 他跟他的这个 他性格也比较急躁 女士不低考不去 跟着他父亲 父亲到处当官 他就从这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去 就是大量 大量的游历 然后 又和 中国真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远 是那么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关系又好 所以 读了很多书 他的语言 他的才学 他的性情 公资真是一个性格 非常急躁的人啊 而且这个 他的性格中 李白又非常精神 就是他是个浪漫主义者 也如果说 我们说 公资真 他就是一个 一个充满了激情 才华 这样一个 和李白 近视的这样一个大师 但是在公资真出生之前 四十年 中国出现了一种文 出现了《红楼梦》 在公资真出生前的四十年 中国出现了一本 一本奇书 大书 叫《红楼梦》 《红楼梦》出版之后 然后 那不仅是洛阳梓贵 写一张 《红楼梦》带动了多少人发展 你们看到很多影视剧改编 它还是有些 有迹可循的 那《红楼梦》 当时就是在席卷全国 当时北京城的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 就是 如果一个说书人 不说《红楼梦》 那这个说书人 马上被人轰下来 到这一步 就是 公资真 他是 那么大的才华 但是 深不逢使 碰到了中国格律师 已经极其衰尾的时代 而另外一种文体 《红楼梦》这样一种文体 张回提小说 不论仅仅说张回提小说 我觉得《红楼梦》是一个极大臣之作 一种黄黄巨字出现了 《红楼梦》 公资真一看就傻眼了 所以他后来说 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早期写词 他最瞧不起词 公资真写了很多悔诗嘛 后悔的诗 第一个 这个 特别后悔 我写了很多词 他是写得非常好 第二个 我也后悔当一个诗人 他最不甘心的这一辈子 就是薄风弄月 我这辈子来当个诗人 好可怜的 我应该去指点江山 所以他最满意的是 他写的那些 并没管记啊 写的这样一些 幼秦呢 他写的这样一些文章 他对他那些 写的一些 随笔式的这样一种 妇 这些文 他非常满意 他觉得他能够表达 一些情感 能够传递他的思想 他想当一个大的思想家 而最看不起的 就是当一个 波风弄月的诗人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 鸦片战争之后啊 中国的时局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那个时候什么呀 整个中国的 这个这个人们 已经对这个 抒情艺术不感兴趣 在一个 冰荒 冰荒马难 这个 这个百姓激进的时代 瓢谷遍野 这样一个时代 你还去抒情 他就觉得 当一个波风弄月的诗人 实在是太可怜了 所以他觉得 如果他又不记不 写小说的这样一种 曹雪芹这样一种能力 他这需要有能力的 诗人是一种能力 这个叙事 写小说也是一种能力 你没这个能力 就没这个能力 刚才我也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说我啊 我是亲生经理 我一九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大学的时候开始写诗 写到 1990年 得了飞天奖 第一个 唯一的一个 而且只有一个 那是大赛很少 飞天 举办的全国 全国四个大赛 我拿了个一顶奖 拿了500块钱奖金 我当时工资才70多块钱 我拿了500块奖金 就跑到海南去做生意 到了海南企业家集团公司 做生意 做生意 他做不了生意 我就 辞职了 就回来到音乐学院 武汉音乐学院当老师 当了十年老师 在这几天呢 我还是不甘心 不甘心当一个诗人 这个诗人 诗歌太简单了 觉得就写几个书画琴嘛 觉得很简单 然后我就 我能不能虚诗啊 我就买了个电脑 当时一个386电脑 花了八千多块钱 那是一笔巨资啊 我怎么写 诗怎么能把那个 电脑的钱 写回来流连马月 一首诗几十块钱 那个时候诗歌 稿费特别低啊 现在很高了 那个时候特别低 然后 你怎么写诗 能够把这个八千块钱 写回来呢 我就说 我不写诗行不行 我就开始在电脑上 敲打一些 不分行的文字 就写了第一篇文章 叫炸弹 我就开始讲一个故事 它实际上是个散文 或者 写得蛮好玩 我连续写了几篇 类似这样的 不分行的文字 我不写诗了 然后我就写 那叫散文 早期的散文 然后后来就给 清点文学作家 清点文学 开了砖呢 然后我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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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实也蛮有意思啊 我一开始写小说 我写了 1996年 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 谈语画 在三花杂志上发表的 七千多字 一个很短的 一个 一个短篇 然后 我觉得这个小说 也蛮有意思啊 我就 将近十年 中间也写诗 但是大部分经历 去写小说 写 非书情的文章 非书情的文字 我是通过 写了 发表了近200万字的小说之后 突然意识到 我不适合当小说家 我转过来重新写诗 就把小说彻底放弃 你们在图书馆 可以找到我的好的长篇 有三四部长篇 还有发表了 杂志上的若干小说 我现在都不提我的小说 我羞愿提我写过小说 竟然碰到小说家 你怎么不写了呢 哎呦 我是好玩 我是这个 票友票友 就是 每个人对自我命运的认知 其实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像我是通过非常艰苦的 你看几百发表几百万字小说 出版了那么多 长篇小说三四部 然后还中短篇小说那么多 几十篇 六七十部 然后就发现我不是这个料 所以人对自己的认知 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后来我就发现 我自己当一个诗人 所以我特别理解 这个龚之珍 他作为一个这么有才华的人 如果是错生了时代 如果在唐朝 我说他可以 一定是位列唐朝前几名的 前五名的这样一种大诗人 但是深圳化在这 晚清时期 这个时期诗歌已经示弱 小说已经崛起 另一种问题崛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后来到了胡石 胡石是学贯中系 像鲁迅这样的 都是牛洋 从日本牛洋回来的 胡石是牛美 学贯中系的大文人 他们怎么不知道 觉得再写这样一种隔离诗 写清明世界雨纷纷 尽管很美 它没得用 它在这个时代没得用处 你写了再多没得用处 这发生的方式错了 如果我需要美 我就去读它 所以我现在 我是读古诗写新诗 我传统上都是古诗 我是读古诗 因为古诗是用来学习的 来阅读的 来鉴赏的 因为我们通过阅读古诗 可以进入到我们 祖先的情感中去 所以这个态度要单身 但是我要写着 你就不能再写了 你写不好 你不可能超过他们 你怎么写的 到了顶峰之峰的 朱姆拉玛 你怎么办 他就是朱姆拉玛 中国的唐诗就是 这个世界文学 甚至不是什么 就是中国文学 杜甫和哥德一样伟大 沙斯比亚一样伟大 毫无疑 这是写着的方式 用的语言不一样 已经是朱姆拉玛了 你这无法超越了 怎么办 你这就另起招炉 所以我相信 新文化运动这一批领导者 他们一定非常清楚 如果再研习以前的 这样一种古诗词的 隔离写作 中国文学将消亡 你工资争那么狠的人 都快消亡嘛 都对自己不满得很 那何况他们呢 所以他必须 令气照落 当然这还有一个 深层的原因 就是 中国的大门 进过了几千年的大门 被西方列强 混开之后 然后 中国整个内部的 实际的变化 一个说的就是 我跟刚才讲 古代人一样的 原来在河左岸的人 看到河对岸 隔江相望的一种 这个 一亿带水 隔江相望的那种 一种美好 在水一方 多美啊 但是后来 饥饿他去掏米啊 河这边没有了 然后他别到河对面去啊 然后 慢慢的慢慢的 见识越来越广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 被西方列强 哄开之后 中国人就见识到了 船坚立炮 它的 它的先进性 那再也不是我们用 那林德徐 当时 这个英国人搞来之后 他说 这个粪呢 可以泼到大海上 可以把那些 金发碧眼的 羊鬼子跟河跑 就鼓励着 把那个老百姓 收起大分 跑到江面上 然后把 希望把英国人熏跑 你这个 这个怎么 就到这一步了 所以 已经前流继穷了 到这一步之后 他必须另起着陆 所以 中国人 从委员 包括我说 公职生开始 开始睁眼看世界 包括后来的一批人 就是到西方学习 然后知道了世界的 丰富性 世界的 这样一种 别人西方的强大之后 然后 把一些观念带入中国 带入中国之后 改变了国人的一些思想 因为他大部分都在 都在大学当教授嘛 那一帮新皇运动的一帮人 都在大学当教授 改变了 这样一些 起码是青年人的思想 然后青年人的思想 也变得复杂了 这种怎么办 就再用 他一开始认识到中国的 想表达我们 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很多问题 对他进行批捕 胡思诗诗诗的典型的 包括鲁迅 鲁迅是对我们这个 民族的问题 是生物通绝的 很多民族问题 所以 从他们开始认识到了 我们 要表达我们 现代人的思想 必须什么 用现代的说话方式 那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已经越来越 松散的语言 你再用这样紧凑的 紧巴巴的语言 用古典来暗示 形容比喻 已经不下当了 必须适用我们 现在最鲜活的语言 就民国时期的语言 来讲民国人的情感 所以从他们开始 在新文化运动 其实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就是 我们是在被迫的 不得不变的情况下 然后由古典 隔离诗 变到了 现代形式 回不去了 也就是回不去了 你想回去 回不去了 这有家不能归的感觉 例如我在武汉 已经生活了四十年 四十多年 今年四十年 我老家是金门的 父母与其是 我现在回去就像客人 父母去世那么多年 每年 家乡的人喊 回来看一看 看一看 你回去住宾馆 就像客人 回不去了 我以前回去 在回去之前 通知父母 我也回去了 带着老婆孩子 要回去 母亲就重新买 从牙膏牙刷 把脸盆都重新买 床单给你买好好的 给你铺着 让你回家睡着 你现在都没有了 你回得去 根没有了 连根拔起来了 所以你真的说 我老家中 我记忆中的 残存的一部分 它是美好的 但是你回不去 没办法的事情 每个人都 逼将走向一条 不归度 不归之土 就每个人 都是这一个命 担心道 人生就是 贝亚明陛下的 担心道 他不可能说 我在这走回去 走不回去的 你在走回去 也变得一个人 打工的人 到南方去打工 打了好多年 搞了好多钱回去 我做房子 不一样的 他做了房子 他整个心境也变了 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念 对生活的观念 对世界的认知 全部改变了 这人生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一个线性的 就是单行环的 这个线性的东西 所以 心思 就不管你合不合法 就是合法性的问题 不探讨 就必须不合法 我要干 所以才出现了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就是 从胡识 这个 两个蝴蝶开始的 这一系列的 这样一种变化 这个变化的过程呢 到现在为止 已经经历了 一百 一百多年 中间 有诞成了三十年 我们知道 新文化运动 1919 1917年开始 1919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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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新史的出现 你看 我就讲了 就是 白化师 它是时代吹笔的结果 前面已经讲了 这其中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是早期的 新文化运动的 这样一批 谈合法性的时候 这批人呢 有一个湖北人 叫费明 有的人可能读过 他的很多东西 费明对 百华师哥 他身在北大 当教授的时候 有十三讲 我仔细读了几遍 他其中提到一个概念 我非常认同 我们现在说 师哥像散文 是吧 很多人说 这师哥如果不分行 好像散文一样的 但费明当时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起码他试图谈清楚 就师哥与散文之间的问题 区别问题 他说 中国的古典是个隔离诗 它的形式 是诗的 内容是散文的 而我们现在的心诗 形式是散文的 内容是诗的 只要相信你 内容是诗的 那么 你就可以滥写 任意写 内容是诗的 是什么意思 例如我刚才读的什么 读的这个 永春调 读我的这个永春调 它内容是诗的 它是一种 和亲民时节 路上行人 遇到魂 差不多的一种情感 这种情感 这个内容 高冻凝结的 那个内容 春天 背着病重的母亲 垂死的母亲 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就讲这个情景 就这么简单一个东西 它是高度浓俗的 这样一种 人 所共有的 普遍的情感 就是 只要 费民的意思就是 只要你能够 准准地 牢牢地 把我诗的内容是 它内容是诗的 那么 形式上的散文 无所谓 就形式上 你用散文化的语言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 哎哟 你们现在 心诗写的 就是拖沓 哎呀 别人就读起来 像不分行的散文 但实际上 你认真的体会 好的啊 我不是说所有的 都是好的 好的心诗 好的诗歌 它是 它是 就是它 它整个内容 它是有高度 明面的 敏捷的一个 这种和是可以反复 可以爆炸的 就是我写我的母亲 直换成你的母亲 你的父亲 你的亲人 它可以互相直换的 这样一种情感 我觉得它是 就是放在我们公众的 公共的情感中 它是一种 具有核一样的 这样一种能力的 能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们 要 我觉得费民 谈这个时候 谈得非常好 那么你至于 它的表达方式 用每个人的语言的 因为心诗是什么呢 就是从最早的心诗 包括后面的 就是他们这一 就是刚才说的 费民 包括费民 这一代人 他们的努力 就徐之墨 汴之灵 牡丹 大家都很熟悉了 包括后面的 爱卿 田建 冯志 一代一代人 这就是 这一代 他们这后面 这两拨人 他们的不停的努力 不停的尝试 怎么用这样一种语言来表达 但是你要想到 他们写的再好 都遇到一个巨大的瓶颈 因为中国人 是用百话文写着 那时间太短 一种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 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每一种语言的成熟 每种 至少需要两百年时间 一半是三百年 完全成熟 如果语言不成熟的表达情感 就是着锦兼奏 就这么简单 你说我们说五言 五言真正到的是唐朝 岳父是已经很好了 到隋唐 唐朝初期 杜慎炎 就是杜甫的爷爷 他的祖父杜慎炎 到那个时候里 宋志问杜慎炎 那个时候才真正确立 但是往前推呢 往前推 魏晋南北朝 两三百年时 北方大量的 胡人的语言 南下 我们讲 唐朝变王之后 宋朝的成熟 就五代诗国 唐朝晚期之后 就大量的北方的 就五代诗国时期 大量北方的 包括乐器 我们谈的词 它是宋的就出现了 词 它是作为小令 在一些歌谢 宴席 我们现在说的一些 不如流的藏伙里的 一些歌旅们的唱腔 一些文人给它填词 它在随手就出现了 它为什么出现呢 北方的胡人音乐 进入中原之后 吭枪有力的节奏 它改变了中原的节奏 远远的音乐的节奏 所以它要唱了怎么办 那胡人的乐器 它弹薄 这样的乐器 它需要唱词来配上去 所以很多文人 就开始 就迎 那个青楼女子 喜欢一个青楼女子 那先生请帮我填个词 他就帮她开始填词 这些诗人们都不好意思的 因为唐朝是诗 为正宗 词 那是非正宗 非主流 那一般是他 叫唐朝文人的后花园 在朝堂上 然后 这个武则天 把宋志问和杜沈言喊 来 来 命题 来写一写这个音箱 当时没的音箱 看的什么 你帮我写一下 他们叫命题 是宫廷诗人嘛 然后就开始写 写五言 当时七言也出现了 写得非常公正 然后转过来 晚上喝小酒 然后那个青楼女子说 那你帮我填个词的先生 他们就开始填个词 那就见不得人的事情 那唐朝就出现了 但是到了宋朝 五代史国 一直到了宋朝 宋朝时候 其实还是小令 还是遍不得人 一直到苏氏出现 改变了一切 苏氏 哎呦 这个人生都是很奇怪的 文学史 往往我说 我说文学史的改变 包括我们这个 几千人的文学史的改变 往往是一个 强力的一个人物出现 那个强力的人物 往往一个偶然的事件 如果没有五台诗案 那苏东坡也不会写词 苏东坡以前写诗的 他怎么会写词呢 他也瞧不写词 但五台诗案之后 别人把他从他的 把告到罪状中 从他的很多事都是反事 就坐了一百零三天的牢 然后他签了供认状啊 然后比如海沙摄影 他说你全部是攻击这个朝政 攻击新政 攻击甚至攻击皇帝的 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海沙摄影的 然后他后来就 跟真公写信 出一之后真公写信 他说我 我不写诗了 我几乎不写诗了 怎么办呢 他又那么有才华 那怎么办 他要发现 本能啊 刚才我说的敢发信 有的人他特别有才华 他有情感 丰富的情感要表达 他就不写诗 他说我不写诗了 那怎么写词 他就写诗 因为书氏的性格不一样 他和以前的很多人的 和以前早期写词的 都是迎合这样一种 宅花问流啊 就是这样的一些 他不搞这些事情 苏氏他这个人 他比较大气嘛 大气磅礴嘛 所以到词 他不写诗 他写词 词传到苏氏手中 才真正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他把社会 国家 民众的疾苦 把所有的江山设计 全部融到词里面 以前词不写这些东西的 他说旁门左道嘛 小东西嘛 就唱我喝醉了酒啊 穿得好漂亮啊 以前 那个柳树开得很好啊 月亮很圆啊 就全是这些东西 以前 但是当着书氏 他改变了整个词的风格 后来星期几 进一步发扬光大 所以他们就非常雄浑的 豪迈派嘛 词 就把这个不行 架进去了 然后 使词这样一种 见不得人的 一种艺术形式 然后形成了一种 大中 普遍接受的 具有巨大的 这样一种味 庞大的味的 这样一种艺术载体 有消化能力 能把社会上的 我的家国民生 都能够融进去 江山设计 都能够拿进去 所以我们说历史 说这文学史 看似漫长得不得了 实际上你真仅 把握住了几个人 关键人物 关键时候的 杰出作品 你就会 看出这个文学史 漫长的文学史 它其实有几个强烈人物 在推动它 少有的推动它 那我们谈的新事 也就是鲁迅 觉得写新师妹的前途了 然后胡思觉得 继续鼓吹 然后这样一种鼓吹 后面又有后继之人 包括说后面的 就徐子墨 辩志宁 这样一些人 包括木丹 这样一些人出现了 包括这个 我刚才说的这个费民 一批人开始出现 然后又传到 后面再晚一批 爱卿 田建 冯之 这些人手中 所以在这段时间 在就三四十年代 在三四十年代 就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这个新事 在开始发展出 就具有小气象 小传统 大传统不敢说 开始有他自己的气象 而限制他们的 就是语言不成熟 白话语不成熟 所以我们现在读 读很多 那个时候 包括费民 他的诗 都是那个 半文假白的 你们发现没有 读起来不舒朗 不舒展 因为诗歌 它是必须用一种 非常舒展的语言 唐朝的好诗 都是非常舒展 舒朗 舒展的语言 有一个绵长的气韵 但是 在百话文 早期的百话文运动的时候 它诗歌表现中 不舒朗 不舒朗 所以很多他可能可以看到的 甚至是有情感 但是那个表达的方式 那个语言限制了 你要知道我们的汉语 我们现代汉语 有两千多个词汇 是从日本人 从西方翻过来的 我们把我们的片家民 平家民传到日本 然后后来从日本 日本接受到西方文去 西方的很多东西之后 我们从师方方法治 民主 我们都没有了 中国的词语 中国古代没有这些词汇 我们把它翻译到 我们这本中国来 然后被我们使用 那个时候翻译的 比较少 那几千个 我们现在汉语中 有两千多个 从日本翻过来的 就是词语 这个语言的变化 影响着我们所有的写中 我最近喜欢看 那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 万一县初教授的 就谈说文解释 谈特别意思 他说文啊 我们谈文字嘛 这个语言也就是文字 它文 读体为文 文最大是什么呢 文最早是越国人作战 古部落作战 淡发文身 为了区别于 为了区别于别的部落 人看 都光着膀子 古代人 然后我要把我在我的胸部上 用头发来吃青 文身 然后区别于我的图腾 就和你那个不一样 就用我们的图腾 区别于另外一个部落的图腾 这是文 叫读体为文 文出现了 还不够 然后字 他讲字 第一次讲 我觉得特别好玩 他字啊 是一个女人 待在家里生孩子 怀孕 他字里面呢 这个宝盖头 这个加码 这字 它是一个 就是受孕 怀孕 生孕孕育的过程 读体为文 然后合体为字 文和字合在一起 才形成语言 这个东西很清楚 那猖截造字 鬼哭囊嚎 这字出现之后 这文字一旦出现之后 鬼哭囊嚎 它要定型 它是进取诸生 就是中国的 中国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它是模仿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世间万物 这个生物 它进取诸生 它造字的时候 进取的生 手脚 口竹 偏旁 对不对 包尔旁 耳朵 手旁 竹旁 各种各样的旁 进取诸生 这个 辩取诸吾 远取诸吾 就是远 就是这些 包括 一只鸟飞到这个雪地上 留下的印 象形字 它这个鸟的脚印 中国人古人 昌劫刀字 鬼哭囊嚎 它是有道理的 就是文字出现之后 它就开始 产生出意义 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 它是靠文字 对吧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语言 语言 在没有言说的生活 这马尔克斯说的一句话 就是马尔克斯说 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所谓的人生 大概意思就是 所有的人生 不是你过 你过 你经历过的生活 而是被记录的那些生活 后面还有 还有人进一步退呢 就是没有被记录的人生 是不值得一过的人生 就是如果你的生活 没有被记录下来 那不值得一过 因为它消失了 就是 所以我们说 需要文字的重要性 就在于 它能够忠实的 诚实的 真诚的 然后记录我们的 生活的轨迹 同时又 忠诚的 反映我们的内心世界 所以讲 为什么 这个尽管AI都出现了 科技这么进度 我们还是要表达 我们的情感 还是需要有个文字 来记录我们的情感 因为 我们 要反抗遗忘 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厌过 留身 是吧 你也大厌 飞过我们头顶 才留下 留下个声音 古人的儒家 是这样 离公离得离言 你总要就离下来 一辈子 就像没经历过 所以我最近看一个 统计数据 说日本到2025年 是2030年 2025年 说他有 海尔斯莫症 海尔斯莫症的患者 有700万人 700万人 你们想 海尔斯莫症 就是 大家都十亿了嘛 都没记忆了嘛 700万人 放在一个广场上 放在一个城市里 然后武汉 半个武汉 700万人 互相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那是什么概念呢 所以 人类 人最可悲的 就是没有记忆 当你失去记忆 像我现在记忆的 越来越差了 当你失去记忆之后 你会陷入 你看那没有记忆的人 眼睛非常恐慌的 如果你家里 如果你家里一个老人 得了这个老年 健忘症 就是海尔斯莫症 海尔斯莫症 海尔斯莫症 之后 你仔细观察他 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非常惊恐 因为他们的记忆 他不知道 昨天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 明天在哪里 荷兰有个小镇 有几千人 就是专门把那个 除了护士之外 就是这些 海尔斯莫症的患者 放在一个镇里 他们进行养老嘛 然后每天人 见面之后 见到就 你是谁啊 你吃了饭没有啊 就互相问 天天问 反反复复复了几句话 超市在哪里啊 他去买了东西 然后出来 第二天 超市在哪里啊 就每天见面 重复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语言 同样的东西 就你想想 那个场景 除了护士 护理人员知道之外 其他人都是像 像游魂 在这个街道上走动 你要说七百人 日本人说七百万人 就七百万游魂 飘来飘去的 他一直活着的 全部健忘 都不知道 是怎么来 这个世界上的 他别的记忆了 所以 这个文字语言 包括文学 文学虽然虚构一点 虚构的 它和历史不一样吗 文学它都是历史的 这样补充 它更关注 小人物的命运 历史关注大人物的命运 这个人类的走向 梗概 当然文学 它是关注的 各个个体生命 是吧 文学 历史 文学 这类的东西 它记录了 保存留了 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过的足迹 叫印记 如果没有这些记录 这生活真是不值得以过 你说 你现在 名声回想 你昨天此时此刻在哪里 你记得到昨天我这个时候 这几点钟我也不知道了 昨天 十点半的时候 我在哪里 我在干 十点四十 我在哪里 我在干什么 然后想着 前天十点半的时候 大前天 去年的今时 你在干什么 十年前的今天你在哪里 你越问越恐慌 你没得记录 所以 他有时 他需要我们把这东西 那这是在记录 这是记录你的生活轨迹 然后还记录你的情感 十年前你心里怎么想的 十年后你心里怎么想的 诗歌就是搞这个事情 他把你那样一种 漂浮在空气中的情感 他给它捕捉到 然后塑形 以这样一种分行的方式 第一行 我母亲从来没有穿过花衣服 如果我不说 谁都不说这句话 我的兄弟姐妹都不会说 我妈妈没穿过花衣服吧 她可能偶尔想到 但不会记录下来 但我把她记录下来 就是作为她人活于世的 一个基本的东西 然后她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快乐 你不穿花衣服吗 我们印象中就穿花衣服才感到快乐 没有 所以它是这样一种 一种方法 然后到了 就通过早期的新文化运动 后来到了后面的第二个阶段 就是49年到79年 大家都知道 这众生柔智的 这30年 文学基本上是工具的型的 那个时候革命生产了 就是到了79年之后 我们开始反思过去的这几十年的东西 所以说来反思文学 就出现了一个诗人 北岛 开始说我不相信 不相信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 这个从蒙农师 开始成为中国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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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文学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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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起手 就是北岛 书庭 孤城 江河 杨炼 等等这一批人吧 对 以他们为主的这一批人 就成为中国新文学 新文学运动的一种 一种旗子 然后后来的小说 伤痕文学 什么什么文学 都跟上去了 就成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 在四个这个领域中 在了到了八十 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 出现了什么 出现了第三代四个领域中 就是开始反对 就是打着 帕斯白岛他们的旗号 反对他们这样一种 过于抽象的 大而盖 大而盖之的 大而全之 那样一种 以政治为那样一种 反抗政治战为目标的 这样一种写作 就是对蒙隆斯提出他反驳 然后开始 讲你的生活 讲你的日常 讲你在哪里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 第三代四个运动 这种运动又持续了 一直持续到了 这个这个这个 后来 网络的出现 就我 又把我的定位 基本上是 早期 是模仿学习阶段 实际上真正的 意识到我要成为一个 与众不同的写作者 起码我的梦想是这样 做到 能不能做到又是一回事 那实际上是在 在90年代晚期 开始意识到 就上世纪90年代晚期 一直到了新世纪 也就是 我是2021年开始上网 2001年 2001年上网 实际上在1999年 中国出现了第一个网站 四个网站叫 私收获 在北 是我们 也是武汉人办的 他的深圳生活 然后那个 那个网站办的北京 好像叫 私生活 晚八点 私生活 我们开始私生活了 就私歌生活 这样一个 一个网站 最早的 然后后来全国 包括上海的乐器园 我也曾经办过网站 办了平行网站 参与了 货者网站 然后 这个网络 早期的网络时刻 这个移植从2001年 大概持续到了2008年 2008年之后出现新浪 我们如果说出现新浪博客 大家现在还用不用博客 新浪博客 就是博客相当于一个杂志 私人杂志 我自己编辑 自己写 自己发表 越来越自我了 后来又到了新浪微博 然后再之后出现朋友圈 这个线条与我们的血肉有 这个科技的发展 就是交际的 就是包括传播的 这个渠道的变化 与我们的文学的变化 息息相关 你们不要觉得是好玩的 不要觉得都是一样的 真不一样 真不一样 如果古人最早的时候 把字写在石头上 写在大地上 和写在这个柴本的主板上 写在捐薄上 写在纸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传播的这些工具的变化 渠道的变化 它对我们的血作有自身的影响 包括我们后来 我说网络的出现 它改变了我们整个写作的形态 和传播方式 我们的交流方式 我们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以前呢 我以前热爱文艺学年轻的时候 想见一个世人是见不到的 怎么见得到 世人来的真大世人好世人 因为他都 你见不到他 没得机会见他 他也不会出来 你现在 张志浩谁喊谁去很不得 到处参加活动 这一个月是四五常活动 然后不做活动 我自己还做一些活动 把大家喊去 你们在地铁看那个地铁十个 公园十个都是我在做 大家都就是没把自己当回事了 他就变化了 他就是 世人也主动的走出去 然后大家也很容易的见到他 他传播的 那个交流的平台越来越便捷 就是我们从 早期的要投稿啊 也包括我说 我早期写小事 一个都不认识 我们当年 一个都不认识 一个农民出生的 农村出来了 农村出来了的孩子 然后读了大学 然后开始写稿子 写小说 想发表 梁远姨妈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没见过任何人 然后觉得那个杂志好 就投去 就随便 那个时候有好处来 在八九十年代 只要是投稿子 不要邮费都不要 就不要邮费的 不要邮票的 邮票都不需要 就把一个稿子贴过去 就是投稿 邮票就给你寄过去 就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到处投稿 到处投稿 然后慢慢的 比如说 这个人有点才华 发表一篇 发表两篇 然后慢慢的出来 通过投稿的方式 慢慢出来的 那不像现在 很多人给我留言了 帮我看看诗章 帮我看看这个 写的好不好 帮我看一看 帮我推荐一下 然后 而且我们 好的杂志兵器 到网上 倒是找 有才华的桌子 管理人不认识 这要写的好 因为杂志也要生成 就这样一个国 完全变了 整个生态已经完全改变了 好 从新浪 这个微博 新浪博客 新浪微博 后来到了朋友圈时代 微信时代 这就过瘾了 朋友圈时代 就是这个 每个人 跟你们人手 发一个话筒 例如我们今天 坐在这个地方 把你们每个人 发一个话筒 我还怎么讲座呢 没办法讲 所以我说 这个时代 搞文学讲座 是自讨其苦 没得必要讲 因为每个人 都认为自己很牛 你说不牛 我写个东西 为什么弄弄我点赞呢 你问我牛不牛 牛啊 有人还要求你点赞 你不点赞 就对我不好 所以形成一个习惯 就叫点赞时代的 在文学写中 只要写了 就好 许诺心满足了 我写的好 还有好多人 给我点赞了 说明我写的非常非常好 如果我写的不好 那我说 你给我看 那我提意见 我这个地方写的不好 或者这个写的爱言 一塌糊涂 你说我不好就不好 他就很恼火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其实不愿意讲座 因为是最难的 我愿意给大家谈心 谈我们共同面临的困境 但是我真是不愿意讲座 因为我没有真理 我也是个学徒 所以如果让我来讲 我正在讲我对文学的 这样一种 他的感受而已 否则你在讲 因为这个时代 是真是难讲 每个人不仅是文学 你干什么都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有话筒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 在网上可以 他只要在法治 有许可的范围里 每个人都可以 自说自话 是吧 他认为好就好 你有什么办法 他已经没有这样一种 就是所谓的标准 所以现在很多人要求说 那师哥 那师哥你学的那么差 你一分行 我也会分行啊 是啊 你分行是权利 上帝 给我招人的时候 就我说 有七情放在你内心深处了 有七种情感 喜乐哀乐 是吧 惧恐惧感 悟厌恶感 然后欲望 七种情感 每个人都有 与生俱来的 你书法里的情感 有什么问题呢 是的 那书法的 书法情感 既然是书法情感 他可能有方式 方法 手段 有高低 现在我们不能谈高低 以前可以 像我 我那个时候 我们还有敬畏之心 现在没有 谁都不怕 天不怕 地不怕 脑子天下第一 我就写的好 我要我说写的好 就好 你说我写的不好 就是你有眼光 你有问题 这个就没办法交流了 我们现在进入了 无法交流的时代 每个人都成了孤岛 好像在一个岛上 他实际上都是孤岛 每个人都困住 我自己的内心世界 苦苦增长 这就没办法搞了 有时候我说 女性谈文学 我们就谈谈生活 谈谈我们今天 面临的困境 谈谈每天 每天面临的困境 是什么 这样我觉得 我昨天跟我女儿 两个去江边扫子 带我女儿 九点多钟 四点钟 你住在江边吗 带我女儿 扫子 你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扫扫子 然后我在扫子的过程中 我说看得熊熊大火 我说我最近 你爷爷 你爷爷给一个 给一个远在北京的一个 一个好朋友 一个私人好朋友 托了个梦 那是真是 我那个朋友 一个杂志主编 最近编发我一些诗歌 看得我诗歌 看得太多了 然后突然 给我发个歹信 说我今天中午 五岁的时候 突然梦见你父亲 梦见我父亲 视频和他通话 说我面色红润 一点都不鲜老 然后叙叙如深地 跟他讲 我用两手诗写得好 我说你没见过我父亲 然后同样的事情 也曾经 类似的事情 也发生过 他梦见过我们另外一个 很有名的作家 他的母亲 在烟台的海边 在 晒太阳是干什么 就 就发 担心发给我们那个朋友 那个朋友说 我母亲在八宝山 伊林 那天在伊林 我这个朋友的 我讲我女儿听 我这个 他就梦做得很奇怪 难道你的爷爷去 托梦 托到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去 然后再转给我 转述给我吗 说我多少点子 多少点子 所以我更愿意 和你们谈谈这个 然后我会把它写手 是在江边烧纸 我会谈一个 我更多的 这样的东西 我愿意谈 但是如果要我 就告诉你们 诗歌是什么 文学是什么 如何来写着 那真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说众生喧哗 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俗朽的时代 有诗歌标准 他一边 见 你说我好 你说这首诗写得好 然后我也经常被人 说的攻击 有人说张志超 这首诗写得好 那有人马上就说 他那首诗写得好差 那怎么办呢 所以 我也在 我试图确理我个人的标准 然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标准 就我经常把写作者变成 比喻为什么 运动员 我们看运动员 你看他是失败的类似 看他最好的类似 你看他成功的类似 我们现在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的人 他往往希望看的人失败 好笑 写得那么差 摔倒了 就希望怀着这样一种心理 就希望看别人出丑的那一刻 不看一 等别人高光的时刻 他不看 好像阳装着 没看见 这就是一个 这个时代 不是一个人的心理问题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谈古诗 杜甫传下来 一千四百岁诗 真正好的 杜甫整体肯定是好的 不得了 唐代 我心目中第一次人 唐代第一次人 是杜甫不是李白 这是我的标准 有的可能说李白是 那我也在这书上 取过这个问题 我李白是什么 李白是天才 天众之才 生儿就有 只要你有没有开口 李白十七岁的时候 就写得好 就天才 十七十九岁 杜甫似 不是天才 是厚尔席字 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 以人之为人的心境来 对待生活 对待时代 对待国家 对待民族 对待民生 然后 越老越好 杜甫似 李白是从开始就好 好得不得了 他第一首诗 写给我们江夏那个李庸的嘛 就是大鹏 开始用大鹏这个词 大鹏整吃飞 你不要笑我啊 你不要笑我这个年轻人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发的音调和你们不一样 横竖调嘛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但是你要不要笑我进行不得了 我要飞黄腾达 你们看 他从小就是这样的 年轻时候这样的 到最后也是这样的 这个整个世界上只有懂孔 懂孔尼的人 最后又是写到孔 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到了 就写了孔子 你们不要觉得你们和孔子 好像是心心相惜 整个世界上懂孔 懂孔尼的就我一个 我李白一个 他一辈子就这样的 你这样天生生儿 生下的就是世人 天中之才 你没办法学 谁学李白谁死掉 我专门写过这个问题 这个我专门谈个这个李白豆腐 有一段话啊 这样 他李白的 人生的虚妄感 虚妄感 生而为人的局限性 得意与实意 万古愁与吉思乐 各种忌惮的情感 在李白身上 极其显惑自然的呈现出来 李白正是一幅 不但在增长 不停在空中提他的 天马形象 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一个天马 他天上的人 那不是 模仿 模仿出来 有的人 他就是这样的性情 就是这样的 与读书多少 都没得关系 他就是这样的 生下来就是这样 一种天才的 不可一世的 桀骜的这样一种 一种形象 所以皇帝把他弄去 搞了一年多时间 搞不下去了 以前他在外 放养在外面的时候 还蛮好 一到朝廷上 他以为朝廷要 唯以重任 皇帝要让他来 开始来为这个国家 来做谋划 这个救民之策的 他有这样的皇帝 叫他去的 结果 要他去写生平曲 云响衣裳 花响荣 这李白怎么瞧得起 写这个东西呢 我不搞了 天天在那喝醉 喝醉了之后 你给我脱脱鞋子啊 我给你 你往我吹吹腰啊 这个皇帝受不了了 宫廷你拿这样的人 大量的官员就掺他 就这个人不能留在宫廷 是个祸害 后来他也自去 后来皇帝 给他赤金放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杜甫不一样 杜甫自己一辈子想当官 曾经当过三十官 四十官 三四十官吧 当他的小官 然后最大的就是一个贱官 然后 这个也没有 杜甫在 杜甫是蛮演义的 就是杜甫的命运 他的人生轨迹 迎接了中国古代文人 所有的文人 共同的悲喜剧 悲 主要是悲剧 全部云居在杜甫的 一个人的身上 他从小 一般的 我们谈中国古代诗人 都是家道中落 右脸贫穷 基本上都这样的 家道中落 然后他乏粪读书 然后怎么样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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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孤神 的养育之下 或者歌手的什么 也就养育之下 然后怎么怎么 开始什么 就是 罚粪 要去参加科举考试 女士不帝 怎么怎么样 终于考取了 为人官职 到了官职后 得罪了皇帝 然后被 贬往他乡 然后 有的 在贬往的途中 就死囚了 然后有的贬向 宋志问 一贬再贬 后来就皇帝说 玄宗说 你干得死了就算了 他就赤死了 所以 都这样的 为人的命运 非常悲苦 一辈子想 知之以求 想去当官 当官之后 马上被贬 被贬了之后 然后流放 流放 反复流放 你看刘宇席 豪情万丈 放来放去 放来放去 基本上就这样的 反复被贬 没有一个文人 有好命运 非常少的 只有非常少的 非常非常少的 这个贺治章 活了八十多岁 好命运 然后非常非常少的 有好命运 大部分文人 都是这样的 一辈子 苦兮兮的就读 想当官 当的官 也当不好官 好 我们说苏东坡当官 他当的还蛮好 当官的人 苏东坡是会当官的 当的蛮好 然后受人嫉妒 他狂妄啊 非常狂 然后这个 什么都能来 琴棋书画 样样精吞 然后还会做菜 各个方面都搞得好 就到处就嫉妒 然后那个宋朝 是中国的什么 活字印刷书 活字印刷书出现之后 中国的那个印刷 传播的 都成几何倍增长 以前是 以前就是 雕板印刷就很麻烦 一个板一个板 慢慢能弄 那现在活字印刷 一个字一换 你马上就可以 就一篇文章出来了 就很快很快 所以 就出了他的书籍 就是大量的 一写出来 马上大量的印刷出版 发行之外 然后他那个人又 说 这个书师 你帮我写 写两个字呢 我酒店的他还写啊 哪个地方 要写 什么都写 谁要字他就写 有求必应 到处写 好话呢 到处画 所以这样就留下了 很多问题 就为后来一些 一些张金台的一些人 要搞他嘛 御史台的一些人 要搞他 然后就收了证据 就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然后仔细爬梭 然后极光偏语 这个找出来 每一点 留下了一点痕迹 都找出来 然后说 这是反动化 不但能隐身 所以杜甫就是因为这个 就中国古代的文人 其实命运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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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惨 所以我说 李白它是不可学 有的是可学的 是吧 有的是 有的是可学 有的是不可学 杜甫它是可学的 因为我们可以从杜甫 学 学他的人生态度 我只讲他一点 杜甫啊 他不管流放 不管到哪里去 他后来从秦州持去关子之后 然后翻山园里 谢家老代口 一直到成都 从成都一种魁门 百地城 下来 然后从湖北江陵 公安江陵 然后到岳阳 然后死在湖南嘛 平江县 现在的平江县 他在 即使再困苦的时候 他都谢家带口 从来是不利不弃 而且不仅带着自己的全家老幼 而且带着还带着 这样的弟弟们的孩子们 弟弟和弟弟的孩子们都带在一起 五兄弟 他对他们特别好 就是我们就谈这个人们嘛 他很忠于家庭 然后 这个 这和李白 差别太大了 李白 李白基本上就是 你看看李白写他的妻子的诗没有 他基本上不写的 三次婚姻 他都不会写这个东西 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 他都不像杜甫 杜甫是对家庭极其忠诚 重视人们关系 就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这样一个人 他这种东西是很多 就杜甫在日常生活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他 啃树皮 在秦岭生产老林的采药 采药采卖 然后换一点口粮来养活全家 然后 这个 这个 四处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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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奎门 帮别人看举远 守举远 就在苦 在苦难的时候 就苦中着乐 他会 把那种非常苦闷的 非常平均的生活 尽可能过得 有生有舍 那我们现代人 其实在他身上可以学这个东西 李白他不是 有钱就大量的挥霍 没钱 他就给别人去搞钱去 再也搞不到钱 他就跑到那去混吃混喝 他就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人 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 你要是杜甫 杜甫哥里面生活 你会觉得在一起还可以 就像 新旧堂诗书 都记载杜甫 性偏想 就有点性格 有点偏想 他每个都是 这个 这个 诗人 他肯定性格的有 他自己的特点 否则太平庸了 太平庸了 你包括我 他有他有他 你像我以前写字 只要我 我老婆把我的笔 我固定了一支笔 以前用笔写着的时候 拿走了 固定一个茶杯 喝水 不见了 我一天异常烦闷 就不能换另一支笔的 就每个人都一直怪癖 你像海明威 喜欢站着去 一边站着去 咬着牵壁头 就踮着脚 站着去 就是每个人 他都有些怪癖 你知道吗 一看的不正常吗 诗人他肯定 每个诗人都 都有这样一种东西 都可以理解 好 你看 杜甫 在极其困苦的情况下 能把自己的生活 尽量地过好 你看 苏东坡为什么大家喜欢 他也是这个原因 他就是能够把 再悲 悲壮 在悲苦的生活 变得很悲壮 我们可以使用悲壮这个词 他活得津津有味 这样的生活 连皇帝都嫉妒他的 苏东坡活的皇帝都嫉妒他 被流放了那么远 站在穷州海峡边上 然后长痣疮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可以隔了去 哎呦 那种 你看到那边 要渡群州海峡 要渡过群州海峡 到海南去 流放到海南 然后一个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男人 站在一个地方 屁股宣泄淋漓 想起来很悲苦啊 但是他就过得那么好 到淡州 他又过得那么好 所以 这就是人生态度 我们学这些诗人 不是学他写作的方法 你没办法学 他已经到了 你欣赏他就行了 但是要从他中 习取一种生而为人生的 这样一种力量 然后学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东西 我觉得比诗歌本身 更为更为更为重要 所以 这个 而这些 我所羡慕的这样一些 好诗人大诗人 他们为什么 我的总结啊 李白是羡慕 杜甫 像苏东坡 我是钦佩 我所钦佩的这些诗人 他就是用他的血肉之躯 然后和他的现实生活 能够交织在一起的 这样一种血肉 这样一种血肉 是我比较 比较赞场的 所以我就是 说 我说一定是 文学 要 这个 将日常生活 视为 将写作 诗歌写作 视为日常生活的 废物在利用 就日常生活啊 你不要觉得 日常生活 它是一个 我们混合 就是诗歌不是日常 那苟且 日常就是苟且 一定要交成这个观点 诗歌 就真正的诗意 它不是所谓的远方 你如果内心的 藏满的污垢 你天天跑到那个雪峰那里 去坐着 你回来 你内心中还是污垢 雪峰不会倒映在你的 有的人说 我如葬 我洗 我去洗礼一下 经说一下洗礼 回来就好了 回来还是个庸实的东西 这个没办法的 就你要认识到 只有从你的身边 从你的日常 例如有的人爱干净 把桌子擦了一边又一边 把那个洗得一尘不染 有的人喜欢养花 把家里养满了花 这就是日常 日常生活 它具有神性的 这种神性的东西 当然你要用你的 你对日常生活的爱 去贯注它 你不是给他给谁看 我家里种满的花 你来清廉来家 我看花 来我家里看花呀 那我到麻城去 漫山边缘的杜坚花 我什么道理 去看杜坚花呢 对不对 为了必要嘛 那我做的 吃的好吃的 和哪里来我家里吃饭呢 那我到哪里去 我自己和自己 做和我到餐馆里去 高档的餐馆里去吃 我比你做的好吃吧 那就麻烦了 就你一定要 就是 这是有个秘密在的 就是日常生活 所有的秘密 它是隐秘的窃喜 你要保持这种 内心的喜悦感 又不要轻易试人 我们现在的 我为什么 我说朋友圈是个麻烦的东西 就把我们内心生活中 所有的喜悦感 呈现个人 这呈现出去就不喜悦了 那隐秘的喜悦 像一个人暗恋一个人 和一个人结婚 和另外一个人结婚 是完全不同的情感 如果一个人暗恋一个人 内心充满了窃喜 我们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东西 多想再看他一眼 不如再见一面 就这样一种情感 他永远比两个人结婚 天天 你的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 衣服都丢乱七八糟的 你袜子也是臭的 你还打屁 以前以为他是神 所以日常生活是这个东西 但你要接受他 那种日常生活的看似 永远的充满了困意的 日复即日的鸡毛蒜皮的东西 用一种单装的态度 人之为人的情感 去注入贯注 我觉得你就慢慢掌握到了 写诗的秘密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 我要给大家读一下 这首诗 这首诗蛮好玩 厨余嫩 我时常是在走进厨房之后 才想起自己是个诗人 拉开冰箱 打开塞满干货的橱柜 我脸上浮现出只有自己 才能觉察的笑语 这笑语遗传至我的母亲 但早已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即便他还活着 也万万不会想到 他的小儿子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 一个诗人 诗歌是什么东西 我永远 我在永远显得笔者的厨房内 厨房里打转 寻找着食物与食物之间的联系 其实是奴地与海洋 山山与河流 当然更是我与你之间的联系 我深知 最高明的厨师 有能力调动他所有的味觉 嗅觉和视觉神经 甚至他的听觉系统 也要敷衍于锅铲 叠盘 以及 由于谁的碰撞与交汇 让食物与食物之间 达到喜相逢的效果 我容易吗 妈妈 当你在我背后的照片里 笑着看我时 我正将板拿的松龙 薄海的海参 还有精华的火腿处理干净 妈妈 我知道你活着时 所见甚少 我这就带你去看 日常生活中的奇迹 就是 它就是一个奇迹 就是把日常生活 过得过成奇迹 当你日复一日的 经历这样一些琐碎的 看似毫不吸引的东西 然后 把你的爱 浇灌集中的时候 它就是奇迹 人之为人的奇迹 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些 你有事 我经常 我热爱生活 我热爱做饭 我热爱厨房 我经常写到就是 我的行动 我住在音乐学院嘛 我的行动鬼 下午就到江边三不 要么就走投无路 就走到大城东菜市场 然后拎到一些菜回来 然后想办法 给他做的好吃一点 然后看视频 看的最多的 看就是 视频好 做饭的 做菜的 看的最多 花的时间最多 我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它不需要 我动很多脑子 然后它让我 我到菜场那里去 我也可以看到 四季的变化 例如现在 什么菜出来了 例如我最近现在 经常买枸杞 枸杞叶子 嫩的野菜 还有那个叫 马 什么呢 那还没出来 所以 时时刻刻 你知道这个季节 要怎么变化 否则你远离城市 远离乡土 体势连 你都不知道 像我的女儿 她都不知道 这个时候该吃什么菜 她就不清楚 我觉得很可怜 她现在喜欢看那个 可能孩子喜欢看 看那个叫什么 耕田记 叫什么 这个 田耕记 说爸爸 我现在我就想 去哪个地方去种田去 我说好啊 有这个想法就行 她现在看别人种耕田 那自己去经历 可能不行 他们需要这个教育 一个过程 慢慢大了 他就会认识到 与土地接近 我们现在人 太远了 离这个 其实离我们 这个大地 过于遥远 然后感受不到 感受不到 这个世纪的冷转 就不接地气了 我们现在过一种 不接地气的生活 然后自以为是 这才是我们应该经历的 这样一种 城市生活 文明生活 这种文明 有些要 我觉得还不如不要 就是 一定要学会 怎样与日常生活 人身边的万物 万事万物 要具备一种 打交道的能力 就是 杀鱼 当然鱼 可以让别人处理 这个东西 很残忍 吃树 树也有生命 你想过没有 花 我最近写了一首 叫趋光信 就讲这个故事 这样早上一起来 我就喜欢走到阳台 深不久 走到阳台上去 我发现阳台上 所有的草类 绿植 都是向窗口那边裙卸 你发现是不是的 你们回去看 那叶子 往窗口那边长得长一些 好像要把手要 那叶子像一个人样 要把手伸出去 伸到窗外去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感觉 叫趋光信 然后我就 我就发现这个房子 像是寝静的一样 每天早上都往那 这个不由之多地走 然后站在这个地方 看一会 我发现那些植物 也是这样的 然后我最终还要退回来 感受这个地球上的不平等 这地球好像是不平等 是倾斜的 就这样一种感受 它就来自于日常生活 日复一日的 你会突然有一天 就是我觉得 如果写诗的 不要从美开始 我们很多人写诗 要追求美 美是后面的 真善美 真是第一位 就是刚才我在前面说的 有个专门讲 就是求真的意志 这是个 你一定要找真实的内心世界 要求真的意志和意识 你一定要求真 就是你只有真实的东西 你说出来才信不信 你说这个假话 一个假话要三个假话来源 三个假话要九个假话来源 那九个假话呢 二十七个来源 然后有人撒谎 一辈子就成了 生活在一个弥天大谎之中了 远不了了 就如果我们能够追求真实 真实的内心 用真情的语言 真切的词汇 真实的内心 真切的情感 真实的内心 真切的情感 真切就是准确的词汇 来表达出来 来表达 就行了 就不要追求什么美不美 没有什么美不美 像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哪个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 生下来的孩子 像个小老头 那生下来粥巴巴的一些小孩 好漂亮啊 那很心动 洋溢着一种东西 因为事理真实 你事理生产出来 它就 不要把美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文学要求 我始终觉得 追求真实的东西 这个求真的意志 当然现在要求真是非常难了 这是一个充满艰难的东西 就是我们 起码我们能表达我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 不说假话 说真话 所以我经常讲 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我和你之间的距离 是你的心到手的距离 这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就是这样的 你心里有所想 但是手里写不出来 为什么写不出来 就是我们被驯化了 我们的手被驯化了 它不听从内心的这样一种心跳声 它已经不听你的 手不听话 它不听你自己的内心世界的这样一种东西了 所以一开始面对一张白纸 或者是一个窝斗 空白的 我要写手诗 以后开始说假话 啊 开始说假话 光面堂皇的假话 就这样的出现 所以千面一律 这个一律 千面一孔 就大家都一样 就看到好多东西都是 如果你去追求美学 追求的大家都一样 大家 你开花 我也开花 那开的差不多颜色不一样而已 有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就互相模仿 互相剽写 互相抄袭 现在不是经常说 节路文坛什么抄袭 我那天在哪个地方讲着 我说 我可以诞言 今后的抄袭会越来越多 它会成为一个失控监管的现象 特别是我们这个传播什么 便捷的时代 首先我不怕 我以为我说我不怕别人抄袭 因为你真的抄我的句子 抄不了我的 我的 我的心情你抄不去吧 对不对 你不可能抄去嘛 所以 当我们 像现在这样一种朋友圈 传播什么便捷的时代 很多人看到 这个话 这个话 我拿着我用一下 它就会自动拿去用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就用多了 还用熟了 就好像这就是我的 它会出现这个情况 好 所以好多好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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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嫖 这个嫖 这个嫖妾 抄袭 改写 套写 太多太多了 所以 我觉得今后会还越来越多 AI就是最大的嫖妾嘛 嫖妾犯嘛 AI嘛 AI写着 到处嫖妾 但是有一点 就是我回到最过程 就是 我今天要说的 就是诗歌 它最终要螺蛳到 就是一种善意的东西 就是诗歌是一种人的 人生的善意 它要释放善意 我们经常说 小孩子写诗写得好 你们有的孙子 有的儿子 有的女儿 你们 那小孩 出口成长 好漂亮啊 都是诗歌语言 小孩子说话就是诗歌语言 上帝是以诗人的形象在造人 他造出来的 诗首空拳 喜怒哀乐 小孩子 他没得遮饰的 毫无掩饰的 那种最真实的 就是婴儿 所以我们说 诗子诗子 诗子情怀 那只要内心中 保持着纯粹的 看星空 看月亮 看草木 看人 这样一种 纯粹的心境 他脱口而出 说的话 我们都觉得充满了诗意 所以为什么小孩 小孩子写的是更像死 但是为什么 那么多桑中勇 我也认识很多 也培养过这样的 类似的桑中勇 这样的人 好有才华 结果后来搞不下去了 桑中勇了 所以 所以我讲的就是 诗歌和诗人 它是两个事情 它一定是两个事情 不是 不是所有的人 就成为一个诗人 有漫长的人生 积极为坎坷的人生 这个路要走 所以成为一个诗人 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我可以写诗 但你要真正成为一个诗人 你包括我自己 你说我 我说我四十年来 如一日 经历了 你说坎坷 当身上大坎坷 和很多人不能比 但我经历了 我内心的煎熬和选择 我再重新选择 成为诗人 而且你要 不说完全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起码要 恪守自己内心中 对这个世界 对生活的基本认知 不说假话 尽可能的不说假话和谎言 所以这个东西 它就是非常艰难的 在这个时代 非常艰难 但你必须恪守 所以 很多小孩 小时候 在上学之前 甚至上学之初 小学的时候 我参见过武汉市的好多次 小孩子那些诗文比赛 跟当评委 也跟他们进行过交谈 也不再讲座 交谈 发现那小孩都非常有才华 像有个孩子 讲瀑布 他写瀑布 他好像到哪个地方 看那个山上留下来的 像女孩子两根辫子 那些非常巧妙的 想象不到的 像女孩子的身份 成两根辫子 这么下来的 有很多精妙的 这样一种想象力 这小孩啊 就是六七岁这样的小孩 但是后来后来 初中高中 开始这样的 被驯化之后 就越来越历 诗歌越来越历 然后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标准 成了反诗歌的一类人 所以我经常讲 我们中国的教育是这样的 我们要通过 九连制义务教育 完了之后 高中教育三年 大学教育四年 甚至研究生 博士全部读完 读完之后要重新 用后半生来反对 前半生的教育 发现全是错的 我要重新给他反对掉 然后再成为一个 真正的正常的人 因为高师 我们学的东西 全是错误的 例如学到那 知识学到那些东西 其实他把这裹挟的 认知的越来越差 我们读古诗的目的 我经常说 我们读古诗的目的是在于审美 在于走进我们古人的内心世界 然后建立于我们祖先 传统文化之间的学脉的联系 但是我们现在是读古诗的目的 是为了掌握一种知识 然后多背几手 然后炫耀 然后形成一个什么东西 福有诗书 七字华 这个人有才华 你咒共不一样 也出口成章 那有什么用呢 生活中是个弱子 在面对日常生活的时候 这个破绽百出 啥都不会 然后福有四十五 七字华 然后这个人不一样 你找一个女朋友 好有 看上去好有才华 看上去像个古人 我找古人干什么 对不对 你需要找个女朋友 找古人吗 你不需要找古人 你要找现代人 找你生活中水乳项目 能够打屁的人 你接受他的人 婚姻 我曾经给别人当过证婚人 我说婚姻是什么 婚姻是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 找一个爱你的人 而是在这个世界上 找一个能够包容你缺陷的人 找一个爱的人太简单了 包容你缺陷的人太艰难了 包容你的缺陷 你打屁 他的喜欢 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很难很难做到 包容你的缺陷 这才是婚姻 所有的好的婚姻 脑补可破的婚姻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包容他的缺陷 对方的缺陷 相互包容他的缺陷 当然 更高的升级 把缺陷升级为赞美 那是更高的厉害 更厉害的人生了 所以 这个东西 如果把这个东西 写着文学的 不管是写小说 写诗歌 写散文 他最主的目的 是对我自我的 这个性情的培育 我不能成为一个 无情无义的人 那么我需要有情意 情意什么呢 自我培育 怎么培育 诗歌肯定是个 最好的手段之一 我要成为一个 有情有义的人 对不对 不是 不是个薄情寡义的人 所以我说 诗歌 他是对我们的人生 他是有帮扶作用 他可以帮助我们 怎样做一个人 而至于 你能不能成一个世人 你能不能承担 世人这一个 所谓的桂冠 这是造化 因为承担这个桂冠 意味着 你必须承受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 不原谅 不理解 不容忍 我最近 最近就是在 去年 去年 应该年前 那就是春节前后 去年前后 见了两个人 两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有着长发 戴着帽子 胡须比我还长 拓入行李箱 然后 一个大行李箱 然后提个塑料袋 撬我的家面 到我家去 找张志浩 我干什么 我想找你看我的作品 没见过 不知道 从来不知道 连朋友圈都不是 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让进来 第一个动作 就是冲到我的茶几上 快过年了 很多吃的 我要吃东西了 我给东西再吃 不是 冲到我的茶几上 趴下来 然后拿出一张纸 一只 活泼的桶 一只圆柱 便拿出来 然后说 我写诗里看 怕了地方 怎么都叫不停 茶水 个茶水 单在他面前 我喝喝茶 不作声 搞了半个多小时 四十分钟 就写诗我看 然后写完了 我说我给我看嘛 歪歪道道的自己 仔细辨认 辨认出 从圣经 什么神学 怎么怎么样 看 然后他说 过两天 后天是我 一个重要的日子 我要在网上 二十九号 我要在网上发布 发布这个东西 我的发布了怎么用呢 他说发布就是 意味着我 我开始向这个世界宣布了 我写这个东西 我说毫无用处 我说永远不要 有这样一种期待 心理期待 我这个时代 诗人 是人类中的少数人 不仅是这个时代 在任何时代 一定要记住 在任何时代 诗人都是人类中的少数人 我们说古人 刚才我不是说古人 好像都是诗人吗 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不诗字 他怎么当诗人呢 那百分之九十九了 还有百分之一 官员 必须学师父 对不对 那百分之一中 有很多人是被迫的 但是他并不是热爱的 那真正的诗人 取此可说 抱着手指都算 我们算古人 看了好多好多 好多诗人呢 实际上没多少诗人 诗人 是人类中 古今中外 盖魔力外 是人类中的少数人 只有少数人对他感兴趣 那你说二十九号 是重要的发布中 你发布了干什么 给少数人看 你少数人中 你无名 积极无名 你只是发一下 暗示自己 有心理暗示 还有心理期待 重要的日子 重要的时刻 那个诗 看了半天 是对哲学的 重新禅识 用分行的字 也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见解 后来我就说 你还是要 还是要好好的生活 后来我了解 他是湖南楼底人 湖南楼底 然后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看到 你写过一首诗 照过张之东 照过张之东的月亮 现在照到张之浩的身上 我来看看张之浩 我是写过这样一首诗 照过张之东的月亮 因为我住在那个俩活书院 一首诗就喝了酒 回去就走到个路上 看到一能月亮 照过张之东的月亮 照到张之浩身上 他看着很有兴趣 来找我 哎呀 这蛮有意思 就这一个人 最近还一个人 从上海回来 然后呢 见到我之后 第一步 这是我第二次见的 第一次他到我家 拍我的基督片 参加湖北卫视 去拍我的基督片 然后第二次见 这次来了 第一个事情 就把手机 往我的书房里跑 把手机放到我的书房里 我说干什么呢 他说有人监听我 有人监听 神神秘秘的 帅帅的小伙子 就是神神秘秘的 说话都是要 压低声音 有人监听我 被人看见了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好多人在看我 观察我 这就 我就觉得 就是 就是我 我知道我们生活中 潜在的有很多这样的 连中国的有 有这样一种 精神问题的 大概可能有 汉克统计数是九千多万 我远远不止 可能有两三亿人 都有或多或少的 或者简单性的 就是有精神上 就现在在这个时代 做一个正常人 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你们不要觉得很简单 笑好笑 我都觉得 我那个保持正常 这是奇迹中的奇迹 写了 你想 写了40年 是一个还没有分裂 对不对 还是这个正常人 天天去 我就觉得感谢上帝 让我天天去有菜场 买菜做饭 过碗瓢盆 我觉得挽救了我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时代 真的是蛮艰难 就是 就是你要做一个正常的人 七心六意 保持七心六意 又是做一个正常的人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要么是 灭绝事态 他也是精神病 灭绝事态可能是精神病 对不对 刚好我讲的这两个例子 就他也是这样 非常多 后来就告诉他们一个东西 就是说 就是我们活着 不是为了成为私人 后来我 最近发现了 就是 就唐朝的没有一个人 把自己那个大私人 没有一个活着 就是为了当私人 都是为了当官去的 他活着 杜甫是活着 就是为了去当官 不给他在长安 这个豪门面 豪门啊 就是排华了十年 在长安城 排华了十年 想当官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 跟唐玄中和婚运的唐玄中 上了三大户 来说你搞得多好啊 赞美他 皇帝说 你来吧 来搞个左石仪 然后让他当个小官 就这样的一些 你要影响他是什么东西吗 他是为了生活 就一定是 人来的这个世界 是为了求生 你活都活不下去 你成天这个 上山没下山的 就是活都活不下去 你要那么四个 虚无缥缥的东西 干嘛呢 你当现在 我说你知道 你先当一个正常的人 先成为正常的人 从正常的人开始 就是如果我们有正常的心智 你就不可能写出有正常的 你说你给罚高烧 罚高烧的人写的东西 他给高烧的人看的 就四十度的 那我们一般的三四六度七是吧 三四六度七嘛 正常的体温 那三四六度 这正常体温的看 就你写的东西 如果是极寒体质 冷的没办法的 别人看了这个冷收收的 这是个问题 要么就是发高烧的火焰在燃烧啊 吃到脚香 那个郭摩洛写裂盘的时候 说我三天三夜没睡觉啊 打着吃起来满屋子跑 然后啊凤凰啊 你要燃烧吧 这是神经病嘛 在这个时代 它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家正常的时代 正常的写的 正常的体温 正常的口吻 正常的语言 表达正常人的喜悦哀乐 它一个是常态化的奇迹 就是常态化中的那种 那种东西 那种突然的灵光一现 那种奇迹的东西 就能够提炼 提升我们的生活 就是生活不仅仅是 虽然我在锅碗瓢盆 鸡毛蒜皮中生活 但是生活不仅如此 它要从这个中 把这个日常生活的这样 变成养料 然后生化从某种 生命的意志 这种意志就是爱 给你爱的人 同时也包容你爱的人 然后你爱的人的光摩 也抓到你的身上 这就是诗歌的善意 好吧 我就讲这么多 我讲的时间太长了吧 没关系 谢谢 谢谢张志浩先生的 进去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互动提问环节 请我们的观众 扫描我们屏幕两侧的二个码 进行互动提问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张老师可能就选择几个问题回答 谢谢 这有一个同学说 诗歌很重要 但语文考试作文 说老说文体不限 诗歌出外的 是的 诗歌永远出外 诗歌不是文学 严格说来 它是艺术 我们讲艺术 就是什么音乐舞蹈绘画 诗歌雕塑摄影 它是这样放的 它把诗歌都放在 一般的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它把诗歌是放在艺术的 它不是文学 文学是报告文学 小说 散文 它是文学 一般的我们中国是这样分 但诗歌它是一种艺术 它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东西 当然小说也是无中生有了 但诗歌是一种情感 小说它是一种什么 我说 我经常讲的一个东西 像我们现在读李白 李白 你随便读李白的江金友 你爸就站在你面前的 是不是 他这个续续人如生的形象 你读 王维 清泉石上流 你说他的名字 你觉得王维站你身边的 诗歌是诗人自我现身的过程 诗歌不是掩体 诗歌是诗人通过写诗 他站在你面前 跟你说话 就所有的好诗人 都是有形象的人 你说中国古代的诗人 从曲缘开始 哪个诗人被的形象 好诗人都是有形象的 非常鲜明的 鲜活的形象 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 而小说家不一样 曹雪芹长得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曹雪芹写完了《红楼梦》之后 他跑了 藏起来了 他塑造了林黛玉 贾宝玉 雪宝钗 这样一些人物 让读者去认领 哎呦 这个人长得像林黛玉 有的人说 哎呀 这个我喜欢雪宝钗 我就是雪宝钗 有的人说 哎呦 我是贾宝玉 完全不同的工作 所以小说 它是塑造人物形象 诗歌是塑造 诗人自我形象 通过持续不断的 干这样一个 很无聊的 很枯燥的 日复一日的 就是在空中摸啊摸啊摸 摸这样一种 虚立的情感 给它形成一个 用分行的这样一种形式 把它凝固下来 然后那就是诗 这就是诗 然后一手一手一手 写中期一生 像我写了四十年那块 然后中期一生干一件事情 然后形成一个整体的形象 就是今天你来 我们这个 后台的一个管理人就说 哎呦 张老师 你好有烟火器 我说 我是中国最有烟火器的 私人之一 最富烟火器的私人之一 就不是那单的 装起来的 好像是 私人不是人间烟火的 所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回答这个问题 就很好回答了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特别是新式 没有固定的格式 同时 评判的标准 各不一致 实际上 我当然希望 新式能够拿入现在高考的 这样一个卓文 卓文里去 但是呢 同时又 觉得不拿进去也好 中学老师看不懂 那些评判老师都看不懂 那评判老师也不知道标准在哪里 那评判出来以后 他会对很多人不公平的 那不如我干着就写一个叙事的东西 问题很多 就是 就是我就这样觉得 在妹的标准不好评判 就这一个东西 我顺便找几个说吧 好吧 这有个同学说 你觉得一首诗的好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即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主观的 我严格说来就是主观的 就是 如果美是客观的 就世界上很多人 很多人没得婚姻 美一定是主观的 就是你认为美的就是美的 就如果有个客观的 公正的 公认的那个美存在 我们都以他那个标准 很多人他找不到老婆 男的 很多女的找不到丈夫 他会形成这样一个现象 他一定是我认为 我心中的美 每个标准都不一样的 就这与很多性情 甚至与他的生理结构都有关系 我觉得 有的人生来他就不一样 他就是不一样 他一直主观的 那么至于时刻 你首先要自己觉得好 你自己觉得好 你自己都不觉得好 要别人觉得好 当然 仅仅是自己好不够 他主观的 他也需要上身 就刚才我讲的另外一个事情 他也需要上身 他不仅仅是 你个人觉得好 还有别人觉得好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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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大家都觉得好 他还有一个更高的东西 他不单的 但如果说你都觉得不好 那就可能就不好 我经常说的 我都觉得不好 那就是 就是像马尔克斯说的 就是 只有让他存在于 最好的贵宿就是 废子楼里面 就这样的 就是你肯定是 他是相对 比较主观一点的 那就是 写这个问题可以说一下 写着诗歌的感受 生活的能力重要 还是文学素养重要 这要分两个 两个东西说 就是 我觉得 写着想搞科研 特别是他 我写了这么多年 我后来意识到 就是有的人 我们武汉有一个人 搞潜艇 一个人 很多年前看个报道 他自己在研究潜艇 好像就在菜店 哪个水沟里面 在搞他的潜艇 搞了几十年 群家荡产 他就 我最近又看个报道 有个农民在造飞机 也是群家荡产 造飞机 说造出来了 武汉在菜店那个人 说潜艇也造出来了 铁皮子潜艇 能够放在水里 能够走几十米远 沉在水里 有意义吗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有钱 你玩一下可以 但你全家人跟到你群家荡产 我就觉得就无意义了 对不对 就满足你个人会造潜艇嘛 就是我这就像搞科研一样的 就是如果别人已经造好了 造出来了 已经造得那么好了 这个你还去 就是一样化瓢的 然后能够怎么样去 然后它是没什么意义的 在文学写作其实也一样 就我们很多人他写 就把我杰出的这个 第一个那个孩子 就是他认为他写的那个东西 那已经是 就要整栋世界和我们的 起码整栋中国试探 他认为不得了 但是我一看 我觉得这好像都搞过来的 没什么新东西 就是一种语言处理方式 包括你想表达的东西 大家都搞过了 就是你就要搞科研一样 你科研了半天 是别人研究过的 它就没那意义了 所以这个是从 就是刚才问的数字上面来 它是需要你 数字在意来自于 来自于包括我今天给大家讲的 梳理中国的这个语言的变化 为什么不写古诗 不是不写啊 写的完可以 但你把古诗夸得太大了 你说我写的多好 我超过礼拜 超过礼拜又怎么样 也没得用 我们现在经常看 有的人介绍疯疯念念 我已经看了网上好几个人说 我是当代礼拜 就是名片啊 好大的名片 在白头上白了道 我就是他 后称当代礼拜 当代礼拜干什么呢 别人当代礼拜 那什么意义呢 它毫无意义之的 为了价值 要那个当代礼拜干什么 你不能活在一个人的阴影中 你要活在你自己 创造阴影 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当代谁都没得意义 对不对 你说我们还有一些事 为了让国际上接受 就是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 还有一个小说家 年年都要闹一下的 我是当代中国的卡夫卡 要那个卡夫卡干什么呢 我80年代就通读了卡夫卡 所有的东西 还要你中国当那个卡夫卡 没得意义 就我觉得很多东西没得意义 它有了一个就有一个 就是文学的根本目的 不管写诗写小说写什么 就来自于我要与你有联系 同时我要区别于你 这是文学的终极意义 就我要和你看上去有联系 与人类都有刮联 但是我要和你们不一样 我要跟你一样云云终生 我还需要那么努力干什么呢 白天黑夜的去努力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它就继续要我们理解 就是文学的素养建立在对文学史的 包括阅读 大量的阅读 除了文学史 哲学 宗教 历史 这个东西要建立一种综合的素养 但是同时 你还是要有感受生活的能力 有的人就变成了书斋的一个书生 无所不知的面对生活的傻瓜 傻白天 面对生活啥都不知道 不知道菜场在什么地方啊 也不知道怎么菜啊 不点外面就活不下去 当然很多年轻人现在都这样啊 但是我是不赞成的 我女儿也经常批评她 现在跟着我的学 在我的教育下开始学会做菜 少做一点都可以慢慢做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东西 不要伸手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日常生活要自己去感受它 要和它发生关系 我有个朋友 离婚 请我到他家里看 没离婚 我看 我首先进他的厨房一看 我说你不离婚才怪 全是德国餐具 一尘不染 我说你这个不离婚 结婚了三年还是干干净净净的 那肯定要离婚 就离了婚嘛 就是你从他的厨房 就看出这个人能不能 这个一个家庭 就是如果你这 买债好的餐具是用来炫耀的 那买来干什么呢 是吧 所以他是 他是于地于地的生活发生观点 所以生活的感受里 是文学 因为我 我信仰日常生活 我的基本上 所有的写作 就是发生在日常生活 我曾经说 我不与看不见的 我不与无中生有的人为伍 我不与看不见的事物为敌 就是我看不见的那些东西 我不要仇恨它 那些无中生有的 我原力它 就我一定是我亲手感受到 亲手接触过 亲手抚摸过的东西 我才有感情 才能写作这些东西 我觉得今天时间关系 想和大家谈谈时间 时间关系 我前面讲的太长了 讲忘记了 对不起大家 下次再有机会 再和大家仔细的交流 谢谢 好的 谢谢 再次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分享 聆听思想的声音 沐浴智慧良光 朋友们 本次讲座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有序排队 进行签名 谢谢 啊 咳咳咳咳 咳咳